万事万物要改变之前,是有征兆的,一个家庭要走大运,不会凭空出现,当一个家庭开始重视这几件事,离大富大贵就不远了,看看你家占了几件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重视夫妻感情,两个曾经素不相识之人,能够与茫茫人海中相遇,再到两情相悦,步入婚姻,本就是缘分,而作为整个家庭两大顶梁支柱,夫妻二人的关系好坏,更直接影响着整个家庭的方向与发展,好的夫妻关系,能让家庭保持积极向上的氛围,在其乐融融的环境中。 彼此恩爱进取,坏的夫妻关系,会使家庭处于颓废消极的状态,在争吵不断的背景下,慢慢分崩离析。 唐代女诗人李志就曾写道,至近至远东西,至深至浅清晰,至高至明日月,至亲至叔夫妻。 夫妻之间的关系,可以靠得很近,虽然没有血缘关系,却又胜过至亲,彼此相符到老,夫妻之间的关系,也可以离得很远。 即便有几十年的感情,也会在互相伤害中慢慢消磨,爱情这东西,从来都是相爱容易相处难,不重视夫妻关系的家庭,往往也会矛盾贫乏。 就像电视剧《情深深与萌萌》里的陆振华,他的妻子虽多,但从来都不疏离与他们的关系,他的妻子们也多半也与他感情不深,要么是涂他的钱,要么是被他使乱中弃,只是工具人。 也正因如此,陆家虽然富裕,但却总是闹得满城风雨,陆振华本人自然是难辞其咎,夫妻关系失衡的家庭,短时间内可能是正常,长此以往,财运与夫妻都会渐渐消散,唯有夫妻同心同德,恩爱和睦,才能让家庭稳步向前,真正实现繁荣昌盛,小事不责备,曾在一本书中看到这样的话,许多家庭的失败是几年累月造成的。 他们常盯着对方的差错,以滚雪球的方式责备对方并未自己的优点,态度和行为辩护,而这样做,只会会导致另一方固执己见,甚至不让寸步。 生活中,总有些人执拗地做着彼此的差评师,遇到事情,最先不是想着解决问题,而是将脾气撒给亲人,越发火,就越失控,越失控,就越生气。 所以,责备的话一出口,总会裹挟着伤害,家庭关系里最大的杀手,就是我无助使你不伸手,我犯错时,你只有无休止的责备,子贡曾向孔子问道,有没有一个可以终身奉行的道理? 孔子回答说,那大概就是数吧,生活需要耐心,耐心源于宽恕,古人云,以责人之心则己,以数己之心数人,说。 不是耸,而是谦让,是找回理智,维护家庭的妙法,好的家庭,从不是一物降一物,而是一物容一物,能推挤及人,将心比心,体谅家人的难处,感恩家人的付出,才能接纳对方的不完美,宽容对方的过失,如此一个家才会不惧风雨亲戚,生活也能蒸蒸日上,遇事一起扛,为书里有这样一个情节。 一位国王临终前,让家中的子弟们,各自取来了一支剑放在地上,随后,让其中一人拿起一支折断,剑是很轻易的,就被断成了两截,随后,国王又让这人,拿起地上剩下的十几支剑一起折。 但用尽了力气,仍然没有折断,一剑一舌,十剑难断,一个家庭同样如此,古人云,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男临头各自非但真正的家人,既能在柴米油盐中相守,也能在雨打风吹中相依,这样的家庭,再大的难关,也能一起度过,就曾有两个家庭,各自得到了几双很长的筷子,第一个家庭。 每个人家这食物时,都只想着往自己嘴里送,但因为筷子太长,一直送不到自己的嘴里,最后进阶饿死,第二个家庭,却彼此想着对方,各自将事物送给对方,最终都得以活了下来。 周国平有说过,家是一只小小的船,要在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,生活总是无常,伴着猝不及防的意外,而家的意义,就是在风雨来临之际,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港湾,能彼此陪伴,相互扶持,家人之间不退缩,不逃避,在难的处境也会有转机,在贫困的家庭也能发家, 这样的家人,是我们生活最坚实的后盾,这样的家,即便不算富有,但心连心,手牵手,福气永远跟在后头,重视善待老人,孝亲敬长,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传统美德,直到现在依旧是考量一个人素质与品行的标准。 父母含心如苦,将子女拉扯大,即便没有要求任何回报,作为子女而言,也要尽自己的责任与义务,从法律的角度而言,这是必须履行的职责,从道德角度出发,这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情感,毕竟,羊羔上有贵辱之恩,乌鸦也有反哺之意,万灵之掌的人类若是无情无义,简直不如禽兽,一个对待老人和善有礼的家庭, 自然会为整个家积德积福,这样的风气也会影响到其他人,反之,如果对老人动辄欺辱打骂,那自己的孩子也多半会上行下校,在不正之风下,害人害己。 在江苏省南京市,就曾有一对夫妇,对自己的双亲置之不理,导致其身患重病,无人照看,而两人唯一的儿子,也在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,将亲情看得十分寡淡,变得无情无义。 等到这对夫妻年老体衰之时,他们的儿子也毫无孝心,成天在外花天酒地,过着奢靡的生活。 两人回想到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,虽然后悔万分,但一切也已经无能力,只能暗自接探,俗话说得好,要致亲恩,看你儿郎,要求子顺,先小爹娘。 父母在,人生上有来处,父母去。 人生只剩归途,请善待父母,善待家里的老人,因为有他们,家庭才有了现在模样,人生才更有意义。 不计较,董翻篇,生死疲劳,中曾说,事事犹如书籍,一夜夜翻过去。 人要向前看,少翻历史旧账。 若一件伤心事,你计较一个月,就被伤害了一个月,让过去过去,把不愉快翻篇,才能收获更多快乐。 我妹妹有个很不好的习惯,每次和她发生争执时,都会翻旧账,在她这里,我持有那几次的理亏时刻,她会反复拿出来说事,就为了她吵架,能占据上风。 每次不愉快时,她都会翻旧账,来助长气势,在她这里,只要做错一次,反复就被抓住了软肋,可以被无限伤害。 真正聪明的人,都懂得翻篇,擅长忘记,斤斤计较,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,家庭不是辩论场,不必非得分个输赢,争得面红耳赤,你死我活毫无意义,各退一步,才会海阔天空。 一个家的最好样子,莫过于夫妻恩爱,儿女孝顺,父母健在,随和慈爱,重视健康,作息规律。 俗话说,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不管在什么时候,身体的健康,始终都是排在第一位的。 生活中,太多的家庭缺乏健康生活的观念,生活作息不规律,饮食不健康,长期缺乏锻炼,长次以往,很容易导致家庭成员体质变差。 或许,不健康的生活习惯,对于正值盛年的年轻人来说,影响并不是很大。 但是对于家里上了年纪的人而言,危害就显而易见了。 很多人因为长期不注重健康,刚过五十的年纪,就已经疾病缠身,药物不断了。 家庭成员里,哪怕有一个人身体出现了问题,需要长期看病吃药,对于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,都是雪上加霜,一旦家庭成员的健康出现了问题。 不仅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,还会给家人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折磨。 说到底,一个家庭最大的福气,并不是有多少金钱财富,也不是有多大的成就地位,而是每个家庭成员的平安和健康,家人健康,无病无忧,是家庭兴旺发达的基础。 所以,想要家庭变得越来越好,家庭成员务必要积极锻炼,规律作息,合理饮食。 这样,家庭的福气才会越来越多,当你拥有了这一切后,这世上所有的幸福,其实都已围绕在你身边,家庭,因爱而和睦,社会,因爱而和谐,人生。 也因爱而和美,愿所有人的家庭都能充满爱与希望,在未来的道路上砥砺前行,到达想要去的终点,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